你好 我是評寬點的主持人阿水 那老師我們想要詢問一下 關於這一次民調 韓國瑜以及蔡英文的差距越來越近了 老師有什麼樣的看法 雖然差距近 但是以目前的政治情況來看 大概就要恭喜韓總統了 你不管是這一次民調的結果 兩邊的激烈對戰或者是薩喀都 事實上在整個大環境 對蔡總統比較有利的情況之下 韓國瑜的支持度 在這個誤差範圍之內 並沒有非常很劇烈的一個 受到包括治水各方面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最精彩的地方 藍綠的激烈攻防 但比較有趣的 最近你可以看到不表態率增加 反而在柯文哲出來之後 這個表態度上 流盡了柯文哲的支持度 我覺得柯市長是蠻稱職的表演攪居者 但是還有持續的觀察 包括這個週末的拳戴會 國民黨有沒有實質的分裂 或者是藍軍積極的回歸 那我們想問一下關於近期 香港反送中的事態越來越劇烈 那你覺得對於台灣這次的中東大選 會不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這個反送中的這個事情 其實對香港民眾來講 非常不能夠忍受的這個事情 可是對台灣民眾來講 我們觀察這個聲量剛開始 在網路聲量剛開始 大概在6月的時候是非常多 這麼 可是像7月21號 他在元朗發生白衣人打架事件 雖然有聲量 但是這個聲量跟6月的聲量來講 那只是他的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我覺得台灣民眾在關心這一塊部分 會有邊際效益遞減 還有彈性疲乏的效應 那關於這次民營黨撕焉的事件 你覺得對於他們現在政府 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 有沒有相當程度上的影響 這個影響很大 現在是這樣講說 這是個相對剝奪感的事情 9800條焉 那個數字其實相當相當的龐大 府方或是民營黨政府當中 他們的回應 他回應第一個就是說 以前也是這樣 那如果以前都是這樣的話 就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 你早就知道有這個陋襲 然後你不處理 另外一個更不可取的是 你以前不知道 現在知道了 然後呢你又不改善 你只告訴我說跟以前一樣 那我們選你幹嘛 不要出現太多豬隊友 那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這一次府方在回應當中的講法 我覺得是在幫蔡英文扣分 未來一兩週的民調 應該可以顯現出來 這個影響到底有多大 那因為這一次 台北跟高雄的市長 都有可能會出來參選總統嘛 如果要做市長補選的話 如果以全國來看的話 港萬安的支持度比較高 那以高雄來看的話 不論是全國或是地區來看的話 都成績來支持度比較高 那老師對於這樣子 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上一次環國瑜選上高雄市長 對於泛綠的選民 他說當然很不能夠接受 泛藍的選民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也覺得是撿到 可是他現在要轉戰總統 一旦總統當選了 只要他是補選 市民的補償性他就會出現 所以成績邁的支持度這麼高 目前看起來支持度這麼高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比較可惜的是台北市 台北市第一個 抽象誤差很大 抽象誤差很大 那抽象誤差很大的狀況之下 他跟港萬安之間的差距 大概11% 就大概就正好在抽象誤差當中 問題的真結是 可能丁守中 並不是國民普遍當中 大家想像中的最好的人選 在台北市的部分 如果有市長補選的話 那是不是丁守中 能夠再度出來 我覺得有很大的考量的空間